一座古城,四面环水,从高空俯瞰,外园内方,像一枚古代的钱币,格外引人注目 近看城墙雄伟,城内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典雅 这里就是商丘古城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河南商丘 商丘尔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建成史已经有四千多年了 早在一万多年之前,碎人士就在这里建立了碎民国 并且发明了钻木取火 结束了人类如毛银血的时代,开启了华夏文明 所以说商丘也有中国火文化之乡的称号 想了解商丘,我们先从这个名字入手 商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古老朝代 而商丘这里也正是商朝建立初期的国都 古老文明的发源地 丘有废墟的含义 连起来,商丘的意思就是商代的城池废墟 这一个地名就说明了这里的古老 现在形容一个古老的地方 总是喜欢说这里是几朝古都 比如说西安,开封,洛阳,北京都是这样 其实商丘也同样如此 历史上,把商丘作为国都的时代 也有六七个之多 首先就是商朝 商朝之后是春秋时期的宋国 宋也曾是春秋时的小霸主 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了汉代,梁国的国都也正是在此 商丘的鼎盛时期就是宋朝 本来商丘是作为开封的陪都存在 后来开封沦陷 赵构就是在商丘建立了南宋 商丘也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国都 我们的运河之行之所以会把商丘作为重要一战 是因为运河曾给商丘带来了发展机遇 隋阳帝修通缉区之后 商丘就成了通缉区上的重要一战 南来北往的船只带动了商丘的发展 通缉区在商丘境内长大约200公里 在隋唐是南宋初期繁盛一时 后来宋市南迁至江南之后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逐渐萧条了 又过了几百年到明代中期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因河道淤色被彻底废弃 后来因为黄河多次泛滥被掩埋于地下 其实不仅是大运河遗址被掩埋 商丘的古城也同样如此 我们看商丘的地图会发现有一座古城 它的周围是被宽阔的水域所包围的 那就是商丘古城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商丘古城的外围 在我身后就是古城的古城河 可以看到它的水面确实是非常的宽阔的 商丘古城经过了历代的损毁附件 损毁附件 现在遗留下来的城墙就是明朝时候的遗迹 今天咱们就一块去转一转 商丘古城的特色就是这四面宽阔的河道 有水就有桥 商丘古城四门外皆有桥 南门桥一孔 东门桥两孔 北门桥三孔 西门桥四孔 瑜伽认为如此建桥可避免洪水入城 这也体现了古人超凡的智慧 在水面上有许多小岛 这些小岛同样历史悠久 古时的三圣殿 五老祠 峨梅台等等十五座各具特色的亭台楼阁 和他们连城一片也形成了古城的一大看点 商丘古城共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 我们现在是在西门 西门和东门是没有城楼的 南门和北门现在还有城楼 商丘古城近乎于一个长方形 街道四通八达 应当是古代驻城时有严格的风水理论 全城外源内方 如同古铜钱 地势呈规背形 略向南倾斜 城内一共有九十三条街道 如同棋盘 虽然时过境迁 走在古城里依旧能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应当地人说 以前古城里是有老百姓居住的 后来为了整体的保护古迹和开发旅游 陆陆续续牵走了城内的百姓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很多细微的遗址中看到当年的影子 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 伤雄古城也是城落城 在地下埋葬着许多的古城古都 有元朝时期的归德府城 还有北宋时期的应天府南京城 隋唐时期的宋州治所宋城 秦汉时期的梁国国都隋阳城 还有周朝时期的宋国都城等等 当我们走到古城中心位置的时候 人气就开始旺了起来 复古的街道 邻里的店铺 往来的情人 就像是复刻出了当年的繁华场景 不知不觉 我们就走到了南门的位置 商丘古城的城墙 充满了明代城墙的特点 结实的夯兔 外包着一层灰色的砖石 古城南墙长950.6米 北墙长993.4米 东墙长1210米 西墙长1201米 高6米 顶宽6米 底宽9米 走在城墙上 古城和护城河尽收眼底 豪迈之情 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到达了 商丘古城的南门了 也是正门 巩阳门 从古城的中心 到南门的这一段距离呢 是整个古城里面 最热闹的一段 其他的区域 就相对来说比较冷清 而且呢 还都在修建当中 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 就都会变得比较热闹 走出南门之后 不久我们就会看到 张寻慈堂 在安史之乱时 张寻受命于危难之时 和士兵同仇敌忾 与敌人进行了殊辞拼杀 他用兵如神 屡战屡胜 破了敌军的讹车工程 又施巧计和敌军抢粮 后来火烧敌军柴道 再用草人借鉴十万 使敌军遭受重创 可惜最终因没有后援 城破殉难 但是他为了平息叛乱 保护江淮黎民 立下了不朽功勋 人们为了纪念他 在这儿修起了慈堂 关于商丘的名人 其实远不止一个张寻 春秋时的墨子 庄子 惠子 都是商丘人 还有人尽皆知 替抚从军的花木兰 也是商丘人 不得不说 这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夕阳西下 在古城外围的水边 人们享受着美好的傍晚时分 商丘古城 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 唯一级八卦城 水中城 城落城 三位一体的大型古城遗址 如今的商丘 可以说古老与现代并存 连货高速 龙海铁路 京九铁路等 都经过商丘 商丘也自然而然 成了东南西北的枢纽 丰富的水系 平潭的地势 让这里成为了重要的产粮地 商丘是全国29个粮食产量 超过百亿斤的地级市之一 有豫东粮仓之称 商丘是一个有底蕴的地方 水中古城更是一大特色 值得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整个商丘古城的布局呢 是比较独特的 周围宽阔的水域 让这个地方看起来 就好像是江南水乡一样 大家如果对这感兴趣的话 以后有机会就可以来转一转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 拜拜